画面上是新北市的翡翠湾 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场视察 已经核定通过的台六二线延伸万里 金山可行性评估计划 期许未来透过交通路网的延伸 促进区域经济观光发展 台六十二线的延伸万里跟金山的计划的推动 实际上是相当的重要 那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 刚才我们局长又报告 单单隧道 这有三公里、六公里 就是将近6.5公里的隧道 然后剩下来的就是桥 所以未来景观上也一定是很美的 而且很快速 所以我们从台六十二线的马东系统交流道 延伸到金山的外环道 那都是桥梁隧道的僻件 有12.1公里 那我们会开始 就是前面从马东系统到万里交流道这边 大概有10.9公里 那如果它完成的话 刚才讲过 我们观光也好 产业也好 就业的机会 投资的机会也都很多 而且可以强化跟促进我们区域平衡的发展 那对民众来说 当然有一条便捷的道路 可以使用 还有疏解我们刚才讲的交通的瓶颈 对于保障我们当地居民的用路安全 提高生活品质也都有很好的影响 针对这项延伸案 地方上也相当关心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立委林佩祥 多位市议员跟里长 还有新北市的民意代表都到场 地方将和中央共同努力 来促成台六二线延伸万里金山 也希望借此改善基金路段的塞车问题 这个路线的开拓一定能够有效的 让我们不论是周末的车潮 或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交通瓶颈 有很大的改善 在这边先谢谢院长 那也鉴请交通部公路局 在本计划后续综合规划的阶段 把六十二的延伸路段 能够增加更多的杂道的服务 尤其是在我们马东系统 可以往西连接 这边都有写 连接到六二就往西到金山万里 那我想这样对基隆市的整体的交通的发展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感谢交通部王部长跟行政院 尤其是院长今天亲自到来 都对这个建设未来的发展跟时效性 我想都充满了期待 再次谢谢行政院跟交通部 对这个事情的关心 也代表基隆市民 感谢陈院长的用心 台六十二线不能直接接三高的话 那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车流量 是不会减少的 因为刚刚在简报里面 他们主要讲的是七经二路的主设 但是其实基金一路 从129项到七经二路一号之间 也是非常的塞 因为那边差不多住了 将能有两万人 我们大五人的居民 所以佩祥在这边还是建设说 在我们的我们行政院 在规划设计 在综合规划设计的时候 把国三到六十二号这个西向的杂道 还是考虑进去 这样子才可以成功的在假日的时候 把这些我们所谓的台北的台北游客车流量 顺利的导向万里 而不会跟我们当地大五轮三万人的生活作息 展开情深重的冲突 六二延伸案 一次又一次的夭折 在2020年我们提出 从七堵直接延伸到万里 走三路这个建议案 到今天终于热建 已经有一个雏形出现了 不过一路走来 我们几位议员一直在为基隆这边争取 当然我们是安乐区的议员 但是七堵山区 有类马林这个地方 目前还是一样没有规划一个闸道 给我们山区做未来的发展 我希望今天我们飞享委员也在这里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意见 也带到我们交通部公路局 让他知道 我们基隆不是只有让他路过 我们希望基隆也要有一个闸道 让我们有类马林 以后有发展的空间 我们七堵马林这边 马东这个地方的 我们第一个我们环平如何 环平的后续状况是如何 以及我们这些用地申收的状况是如何 以及后续我们七堵马林这边的 交通流量的路线的动线是如何 他应该要尽快拨个时间 找个时间来到我们地方说说明会 公路局简报表示 台六二线延伸万里金山计划 将优先推动台六二线马东系统到万里路段 总经费约240亿元 接下来将办理综合规划 环平与建设计划 预计建设计划核定后6.5年完工 另外第二阶段万里道金山段 将在综合规划纳入评估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